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朋友 越来越多了 他们来到台湾落地生根 这里也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 那么为了谋生 大部分的新住民都会进入职场工作 或者是自己创业当老板 今天我们这一集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的主题 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来跟大家分享 新住民他们在工作创业 这一方面的资讯 今天我们的节目 一样邀请了一位新住民朋友 来担任客座主持人 用他们的角度 带着大家深入地去了解 新住民的多元文化 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 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来自于印尼的钟丽丽 丽丽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丽丽是来自于印尼的新住民朋友 那这一集的来宾呢 丽丽也邀请了 同样来自于印尼的新住民 叫做钟怡婷 要来跟我们分享 她来台湾工作的一些心得 一些经验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怡婷 怡婷你好 好 怡婷你好 好 大家好 怡婷有点害羞 好 没关系我们当聊天来进行了 就是怡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到台湾是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呢 大概22年了 22年 是什么时候来台湾的 18岁来的 18岁 18岁就来台湾是 那时候就嫁过来 是说先来台湾了 帮我帮我姐姐看小孩 看三年了 姐姐先嫁过来台湾 然后你也跟着说来台湾 生活这样 还是就短暂的停留 因为帮她看小孩嘛 对不对 帮来看小孩本来要搬过来 我有移民过来的啦 然后 那个签证都过期了 本来两个月的签证啦 是是是 已经过期三年了 然后不是要重新 要等资料比较久啊 对对对 以前都比较 然后 我阿姨没有女儿啊 阿姨没有女儿 然后就当妈妈啦 然后就 就是 叫她妈妈 通通 名字 等于算她干女儿的感觉啦 是是是 然后 跟她一样姓忠啦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你们两个也刚好都姓忠 对 很多人讲 你怎么跟姐姐不同姓 原来是 原来是因为 阿姨把你当 算是干女儿当养女 这样子 对对对 是 所以 也有这个巧合之下 然后 来到台湾 那 18岁来 然后你 也在这边生活了 三年多的时间 了解了这边的一些环境 文化 所以有没有受到姐姐的影响 因为她也是嫁过来台湾 然后你就想说 诶 我也 我也想嫁过来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想 她还没有想 像小朋友一样 还没有想 然后呢 我就是 我妈妈是以前有做美人 美人在苗栗 我阿姨有嫁到苗栗来 她就讲 你来苗栗 好山好水 然后好地方 后来不知道 傻傻的夫妇 咪咪 妈妈 夫妇都嫁过来 之外 所以变成 阿姨也嫁过来了 是有恋爱吗 没有 是她 也是介绍 看年轻人 看比较年轻的 还是看年轻人 看年轻人 可是 嫁给她叔叔 哦 是哦 对 我们以前傻夫妇 不知道怎么 就是 很像小朋友一样 搞不清楚 这边的状况 嗯 然后 然后这边的法律 但是你已经 待三年 一段时间 就是有三年的时间 跟姐姐在一起 应该会比较了解说 呃 台湾的 一点点的文化 没有 我来哈 我跟我帮我姐姐 看小孩的时候 我姐姐天天都工作 到晚上要回来 哦 原来 所以你就是 被管在家里的 都没有 那时候可能 没有什么机会 去接触到 外面的世界 她就像小朋友 那样傻傻的 不懂 是 不懂这边的环境 原来是这样 可是也呼吸到 这边的空气 对 就等于说 多多少少 还是有接触到 台湾的一些 环境文化这样子 也对这边的生活 有一些概念 首先那个饮食 气候 你都有去适应 对不对 饮食方面应该习惯了 第一次开始 因为姐姐也是 已经待在台湾 苗栗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后来 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我们讲缘分 也这样嫁来台湾了 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20 快23了 快23了 23 中间还有回印尼吗 又回一次 回一次 然后后来就因为婚姻 就来到台湾生活了 对 下来苗栗市 对不对 苗栗市 就是那个 尖山 尖山村 没关系 反正就是 下来苗栗县的 苗栗市这个地方 对 就蓝亭那边 客家人嘛 是不是 客家人 所以你本身这个语言 你那时候18岁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会听不懂中文吗 会 我是在电视通 每天待一待到电视讲什么 然后这样学的语言 真的好多人看电视学中文 对 然后写美人话 我们想说 美人话听不懂 要做声音 什么的要学 他是讲 台语吗 他 我公共是讲台语 要学 要学台语 所以你公共也不会讲客语 所以要讲每天 会讲客家话 可是我们印尼的客家话 跟这边的客家话 会不一样 有一点强调 有一点强调 可能在沟通上 要多讲几次 不然会造成一些误会 可是我15岁人 写客家话 然后我以前讲印尼话 我听不太懂客家话 那你不是本身 你就在印尼 都讲客语吗 讲客语 也讲客语 我们住的地方 要五个 五个那个法人 五间 房子是五间法人 其他都本地的 原来在 但还是有受到各种不同的语言的 这样熏陶之下 对啊 所以 夫妻外婆家 她都讲 你啊 你去讲那个印尼话 以后叫不出去 可是本身 那你来到台湾之后 你就是中文就 一知半解 就是觉得 好像知道那个意思 但是不太清楚 这样子 对不对 马浮 迷迷糊 迷迷糊 我会讲 不太会讲 可是也慢慢地 就是跟大家这样 交流 对谈 慢慢学起来 就像讲的 看电视学 看电视 加热也学 这样子 因为变成说你来台湾之后 你除了家里要先过好之外 你工作的时候 也还是要跟你的客人沟通 还是要跟人家交流 所以就慢慢地去学这些 应该来到台湾他比较习惯 对 比较习惯 因为有亲戚或是姐姐在台湾 有啊 亲戚爱的你啊 舅舅的你啊 等于说你不是从零开始 你是有熟悉的人 有认识的人在这边 所以他比较幸福了一样 对 你应该 也比较安心啦 对不对 好 那来到台湾之后 也是先照顾家庭吗 还是说就立刻有出去工作 有 我第一次工作 我是帮人做那个叫什么 做水泥的 做水泥 做水泥 比较辛苦的那个 劳动的工作 嗯 后来第二次都 人 看不出来 是你那么讲小 我做美法 做美法一段时间 嗯 都发愿了 一年就发愿了 然后就 做到生小孩 做到生小孩都在 在顾小孩没有 顾一段时间 四岁和五岁 我都跑去面殿打工 哦 都到一点回来没 小孩子都丢了些消息啊 嗯 所以做半天 做半天 嗯 所以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小孩 对 嗯 等于说你刚来台湾这个 其实工作经验蛮丰富的 对啊 有劳动的工作也体验了 然后也做过美容的工作 对 美法 现在的本业 我们待会再继续 跟那个怡婷深入的了解 然后 然后再来又还有去 做餐饮业 面馆的 对 板膜也做过了 板膜也做过 哇 那个 那个很可怕 那个手伸进去 手都断掉了 真的 那个就拉很快了 很辛苦 对 工作比较辛苦了 可是 就是一天一千多块 可是那个蛮危险的 如果你打磕睡 那个手都断掉了 嗯 真的要很有 要有很专心的 要很小心 对啊 很小心啊 真的 我看那个刀很绿 白整个是 透明光光的 嗯 后来是 眼睛要亮一点 后来是什么 我那个 那个树啊 那么大壳 要斑 嗯 我的手就关节 发炎了 哦 后来也没有去做 哦 等于说 那你这样的构成 做多久 哦 做快两 两个月 嗯 然后没有办法端啊 嗯 人就是要工作 要很快嘛 对啊 就是没有办法 整个做 关节已经 就装起来了 搬东西 拿东西 搬起来 就没有办法 嗯 所以后来就休息 这也是蛮辛苦的 一项工作 等于说 怡婷也体验了 蛮多的行业了 好好好 要要钱 我们要钱的 对啊 所以我是说 为了谋生 大部分新出名朋友 真的都会去 我们这些 很多不同的职场 去体验 去工作啦 对啊 为了过生活 好 我们这一段 就先跟怡婷聊到这里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 多元族群分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